3月8号朋友们18点29分 2020年礼拜二啊 这个九死一生啊 从乌克兰的这个炮火纷飞当中 好不容易减条命 跑到摩尔多瓦 然后罗马尼亚 从罗马尼亚飞回中国河南郑州 结果遭到了非人的虐待折磨 还要拿你呢 怎么说呢 脸财啊 哎呀 就是这个咽过拔毛 是吧 你看他说了啊 说是孩子小才仨月吧 才俩月 我看那孩子 不到两个月才一 刚出满月一个多月的孩子 是吧 说申请住一块两口子 一块照顾这孩子 晚上老拉屎啊 哭啊 不睡觉啊 是吧 所谓的领导这帮人渣 这帮畜生说 爱他妈住不住 不住你给我滚蛋 啊 还说这种话 为此 我们从十一点僵持到下午三点 四个小时没人理 是吧 还动不动就往我们身上喷消毒水 我身体不好 也把医院的报告给他们的看了 这里的人却说 只要你不是要死的病 就必须单人隔离 你说说的是人话吗 中国就是个人间地狱 中国就是个畜生待在底 真的 我说这话 还有些人说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了 有那么严重 对吧 徐州 封县 欢口镇 董吉村 铁链女 锁在家里 锁了多少年了 类似的情况 最近陕西 榆林 夹县又出来一个 是吧 这个看见的俩 没看见的有多少 申诉无望 我们只能入住 进去一看 这就是一个荒废很久的破损废弃的招待所 你看看 拿这种破地让人住 你还是人吗 里边设施陈旧不说 床是塌的 床单脏的不行 你在国外 你在欧美国家 甚至在东南亚国家 南美国家 他有个基本的底线 这有吗 你在国外 你可以找反对党的议员 你可以找媒体 这有吗 还不明白吗 这帮傻叉 还非要回去 回去有你的活路吗 你能受到作为一个人的尊重吗 说你们傻都 他们说轻了你们 傻逼呵呵的 非要回去 当然是吧 中国的官员 他们是更加的恶 对吧 你的傻跟他的恶比起来 你就算无辜的 但是你为什么飞蛾扑火 非得回去啊 是吧 你现在从乌克兰出来的 你不回去 你想方设法不回去 你到欧洲各国 你到摩尔多瓦 到罗马尼亚 你也可以想办法去波兰 德国 匈牙利 斯洛伐克 捷克 对吧 你想办法呀 你看有一个北京人 在乌克兰那小子 他就不回去 他聪明了呢 那小子天天给大使馆唱赞歌 但是你让他回中国 他根本就不回去 他还想办法 还想去丹麦呢 那小子鬼着呢 天天哄着大使馆 唱赞歌 唱高调 你让他回国 他绝不回去 表面上是有一堆理由 实际上他心里明白着呢 那就是为了挣钱 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看还说啊 空调水池 哪哪都不忍直视 就是太脏了 都没法看 看不过眼了 惨不忍睹 脏不忍睹了 送来的饭也是冷的 而就这样的酒店 还收我们一万多 收你一万多 没收你两万多 对吧 这就是土匪 你还不明白吗 这就是土匪 你以为他们是什么好人 你们这帮傻逼 你们他们平常都信的是什么东西 非他妈的 但是这次你挨了打 你这次受了虐待 下次你还不长记性 真的 因为你们就是一群猪 谢谢你 我再来说 感谢观看